好 今天的淮宇世界通 就是要跟您聊一聊 台股再创新高 就如刚刚所提到的 台积电的带领下 最高是冲过了2万点大关 那么有些观众可能觉得 我没有买股票 这个镇上2万点的里程碑 涨不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股票好 交易热络 我们一般人 也可以从经济外溢中 获得了好处 大家更愿意掏钱出来 刺激消费 那么店家的收入 也可能变得更多 注入经济活水 也带来所谓的财富效应 这绝对少不了 一个人的武林台积电 好 不少网友都说 真的太夸张了 有这样子每天红棒的吗 也有人说 这个七字头的台积 已经看不到了 无论如何 现在真的要看台积电的表现 毕竟台积电最近 已经第五个跳空 市值也飙到20兆 这对台股权重影响 是超过了30% 逼近32% 影响程度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为什么台积电 台积电气势这么的强劲 人工智慧 AI 是一大推手 因为全球最先进的 AI处理器 都是采用台积电的晶片 鱼帮水 水帮鱼 台积电的客户 像是挥达 股价就上涨 这也带动台积电 跟着上扬超过10% 而接一波涨势 也让台积电的14天 相对强弱指数 这个RSI突破了82 这代表说台积电 已经成为雅股中 最被超买的 一档个股 这个超买的水准 是三年来最高 那么台积电的股价 不仅反映出市场 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期 也展现出今年的业绩 来看看这是今天公布的 台积电2月份营收 来到新台币 1816亿 这个比上个月减少了 这个15.8%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11.3% 那么今年1月到2月 累计营收是3974亿 跟去年同期 也是上升了9.4% 好 今天我们看看分析师 对于台积电 有什么样的展望 首先是彭博的资讯分析师 他认为说 这个应用于资讯 或者是智慧型手机 电脑等等装置的 生成式AI 指数型的这个成长 将对台积电的价值 重估的下一个催化剂 那么摩根大通 您可以看到 他把台积电的目标价 从770元调高到850元 这个是外资圈最高价 原因在于小摩认为 未来3到4年 台积电在AI晶片市场 也有超过90%的占有率 那么从瑞联银行的常务董事 他的观点也可以看出来 AI对于晶片股 这个对于台积电 非常的重要 更左右台积电高层的身家 我们以今天来说 这个台积电股价逼近800元 也让董事长刘德英 持有台积电12,913张 以一张79.6元 6万元来计价的话 这个光是持有台积电股票 刘德英的身价就高达了102亿 那么创办人张忠谋更是惊人 如果有12.5万张 持股都没有卖的话 他的身价逼近千亿台币 在台积电旁边 所以看得到他一直蓬勃发展 小股民笑得合不拢嘴 护国神山真的太神 果然只有台积能超越台积 台积电8号又爆充 上演一个人的武林 早盘股价奇迹半 冲上796元天价 再度打破纪录 中场上涨24元 收在784块 全网股民沸腾 甚至喊破千元 台积电我本来要买没有买到 小股民最想知道 台积电到底还能不能跟 因为连彭博都说 护国神山已经成为雅谷中 最被买超的一档个股 在AI扮演关键角色 现在气首这波涨势还未知过早 平价角度上来看 其实台积电应该还 高点还没到 跟这个ADR去做比较 假设他ADR收链到12%的溢价 那我认为那是应该就是买点 连分析师都喊没有最高的台积电 只有更高的台积电 因为摊开护国神山最新 二月份成绩单 合并营收超过一千八百一十六亿 创下历年单月同期新高 累计一到二月营收 三千九百七十四亿 已经靠近Q1的猜测目标 目前看起来三月份的营收 应该会bit一月份 因为一月份是两千一百多亿 所以这样看起来 他第一季的获利数字会非常不错 若是以法人这样估计来看 应该有机会挑战一个资本额 等于说十块钱左右的 这部分的EPS 法人专家预期 接下来台积电 营运表现望越来越亮眼 虽然短线股价有回档的机会 但长期高点还在远方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台积电的大客户 回答再过十天 也就是三月十八号 要在美国举行了 这一个叫做AI年度盛会 创办人黄仁勋会参加 那么这一次有一个亮点 那就是要发布 杀手级的AI晶片 四世代Blackwell架构 B100 GPU 您可以看到 无论是容量还是效能 都大幅的提升 而我们台湾的厂商 早就去卡位了 他们拿下B100的供应链 像是台积电 提供3或4奈米制程 伪创提供模组 音叶达也获得B100 AI伺服器 水冷专案 他们都可以从中分一杯羹 或将同享利多 而回答最近 真的是非常的生猛 股价连六天创下了新高 市值也逼近苹果飙升到 2.3兆美元 位居全球第三大 瑞瑞的分析师 他又认为说 回答还有上涨的空间 因为AI需要的需求 超越了供应 那么他也把回答的目标价 从850美元 拉高到了1000美元 这种乐观情绪 其实是有理有据 我们来看到日经新闻发布 台积电 回答 三星 电子等等 全球十大的半导体大厂 在上一季 合计纯益是306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 其中大家真的要好好地感谢 回答 因为在AI需求的带动之下 在十家大厂的合计存益中 高达四成都是由回答所贡献的 如果有人不服气 想要提出回答的话 那么九大半导体厂 获利则是大减 去年同期减少36% 另外让人振奋 还有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 卡斯您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的大咖 AI四大巨头 六月都来台湾了 除了有我们的老朋友 黄仁勋之外 苏妈也要担任 开幕主题的演讲 另外高通的爱蒙 也还有基辛格 都要发表主题演讲 可以说是备受期待 回答现在可是势不可当 就在2月26号 回答宣布将推出 全新RTX500和RTX1000 绘图处理器 来满足笔电等行动装置 运行AI运用 新品会在今年春天上市 全新的RTX500和1000GPU 采用AI的拉着下钩 带轻拨性笔记本电脑 提升较为明显 搭载RTX500和1000GPU的 笔记本电脑 内置NPU和GPU NPU可以完成 现在进行AI任务 而GPU可以提供 682TOP的额外AI性能 轻松满足日常AI工作流 如AI降噪 AI无损放大 AI视频会议和生成式AI等 另外回答旗下GTC年度盛会议 18日将在美国登场 跟外界认为是AI 关键技术发展进程的风向球 创办人黄仁勋到时候也会现身 公开最新的杀手机晶片 次世代Blackwell架构B100GPU 这个新品由伪创提供模组 冷却技术则是采应叶达的水冷专案 然后委托台积电3奈米制作代工 最快第四季出货 各界相当看好 这一波新品会带动 三大指标台场 同享利多 而它最近的股价 更是不在话下 已经涨翻天 回答的市值 膨胀到2.32兆美元 居全球第三大 在本周超越 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后 市值虽然和苹果的 2.61兆还有差距 却已经是历史最接近的一次 更值得让人关注的是 它抓住了AI需求 全球十大半岛提倡 上季纯收益中 它一家揽架四成的获利 也让外界更加看好 股价可能会再度进阳 欢迎新闻 许明星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绝勿